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青年舞蹈家张慧旺 欢迎你 老师好 欢迎欢迎 慧旺是17年的时候开始定居纽约的 现在也是在纽约的一个私人舞团工作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之前是在中国国家级的院团 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 然后14年赴美留学 17年移居纽约 那你出到纽约 你对纽约的艺术氛围 以及舞蹈界的这种氛围 你有怎样的体验 纽约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因为它是世界商业经济的中心 但是我当时来的时候就很好奇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果然不失所望 我就看到纽约虽然是有5th Avenue 有第五大道 有很多购物的商场中心 但是它还保存下来了那么几代艺术家 努力演出的一些studio 一些剧场 还有一些 最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群观众 它的观众是老中青三代 我觉得都有 然后在 所以过来以后就会发现 虽然我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我没有在这边生活 没有在美国生活经历 但是过来跟他们聊艺术 没有任何的隔阂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在这边做艺术比较 让你舒服的一点 自然的一点 对 因为可能 纽约的艺术家都是见过世界各地的文化和艺术 因为这里聚集了这个世界非常优秀的艺术家 所以大家对任何事物 它都会有一定的认知 哪怕它可能不了解 但是它会以一个开放的心态 跟你去探讨 而且它能够包容别人的所思所想 对 那当时出到纽约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其实纽约的舞团有不少 但是在纽约的舞者也很多 很多 考舞团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对 那跟我们说说当时你的经历 当时我来了 就是有着一股年轻人的这种热情 其实也比较盲目莽撞 当时是我的老师Jennifer Nugent 然后他以前是舞团的演员 然后他现在在美国也是非常 就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当时我是在美国舞蹈节认识他 然后上他的课 他给我编舞 所以我们就关系很好 然后从他口中得知说 这个舞团17年的时候会招演员 然后正好我学校毕业 然后我就申请了这个舞团 然后当时是 BRT重丝舞团 对 BRT Jones Arnie Zen Company 然后我就是从沿湖城 当时是over night flight 所以我是半夜上飞机 到纽约早上清晨6点 然后6点钟了又还早 面试9点钟才开始 所以我就到舞团旁边的咖啡馆喝咖啡 当那天还下雨 然后就想 就是当时初中出国 也是想去跟外国的专业的舞者舞团接触 当时去学校是因为我觉得需要英文 需要语言能力是第一 然后就是可能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 因为你当时在这个北京的时候 其实你的基础是更像 是这个中国民族舞古典舞这一块 是吧 所以你是后来想要自己转型到这个现代舞 那你会觉得在西方的这个大学院校里面 你是读的硕士学位吗 经过这种系统的通过他的现代舞的知识 包括艺术文化方面 这些有一个全方位的背景之后 能够更好的让你的思想和你的肢体语言 来表达你的现代舞蹈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从中国专业系统训练出来的演员 其实我们的身体素质 非常好 非常好 其实我们的 因为像我们训练古典舞 古典舞其实是 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我就说就训练而言 我们用的是芭蕾的脚下 非常干净 芭蕾的脚底功夫 对和中国戏曲无数的上身 因为你知道芭蕾它是西方宫廷艺术 有上百年的历史 所以他们的上身 因为是宫廷嘛 他们可以讲究要挺拔 非常直 那女生会穿那裤子 就是一个以前宫廷 为了把上身 就是一个素腰吧 对一个素腰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的所有上身 非常的挺拔 非常line 非常讲究线条 但是中国的武术和戏曲 我们有很多 我们叫身法 我们古典舞讲究宁请缘曲 就有很多韵律在里面 所以当时我们就练的 就是上下身分开练 然后再合在一起 来到西方以后 我会觉得 就他们的技术没有多难 没有说 肯定比你们这分开的要 你们要把分开的两个功底 结合在一起 对 而且呢 其实就是中国的 你说的这个中国古典舞 尤其是说到这个武术太极 这里面 它有很多圆润的东西 就是它其实这个表达起来 我觉得就是这种柔度 对于男性来说会更难 就对于女性来说 我觉得还好一些 因为你看你 又是这样的体格 非常的魁梧 但是你可能还要做到那种 就是圆融的这种境地 我觉得可能就是更难 会不会 你自己觉得 也没有更难 我觉得对于男女 其实是一样 就性别对于这个训练的程度方法 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说 根据个体条件 当然会有一些东西 但对于我 我当时 因为我小时候很软度很好 小时候软度很好 我学舞蹈完全是因为我的大姨 她是我们当地舞团的演员 所以她有一次到我家里 很小的时候 她看我看电视 我是把腿 我这样打开 很开 在小时候她一看 她说 她好像有很多人不能这么做的 对 其实小胯 我说小胯 她说她怎么这么软 然后后来 后来当时学习成绩也不是那么拔尖 所以她就跟我父母就说了 说然后 去试一试吧 当时就去考 背景舞蹈学院负重 一考就考上了 然后就考上了 当年正好扩照 如果不扩照的话 我就考不上了 当时正好扩照考上 所以就走上舞蹈这条路 然后回到刚才说的 我觉得当时上学是因为 我觉得是 学的是一个思维方式吧 是怎么看待舞蹈这件事情 就怎么看待表演剧场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不去上学 直接进舞团 我觉得身体训练 完成他们所有的一些 演出的任务就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会觉得比较空洞 可能就光是肢体上的 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 更深层次的思维的东西 我觉得需要去进到那样 有一个三年 一个非常 系统的一个学习 制土的一个环境 没有任何的说 其他的诱惑 只是专心铺在上面 去读一些东西 写一些paper 然后那些东西 我觉得对我思维上 会有更多的眼界事业 当时就很多 念了很多社会学 哲学 哲学 心理学 一定的 就那些东西 你表面上看 好像跟舞蹈有什么关系 舞蹈可能就是娱乐 可能就是 像我父母那一辈人 他们会觉得 舞蹈可能就是娱乐 但是他们西方人 会把这个当作一个 回到最本质身体 这个方面 对 就说 其实有很多学科 它是互通的 尤其是艺术 它并不是在于你的基本功 其实很多时候 是你对这个世界的 一个看法 包括你这个 知识体系的构建 我觉得美国的学科 在这一方面 他们尤其注重 它可能会追根溯源 跟你讲到 这个舞种 它的这个历史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些东西看似 好像跟舞蹈的 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其实 它让你的这种感知 或者让你的世界观 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 非常大的变化 当时可能也是为什么 我想出国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当时 在国内也觉得 可能还有更深层 一些东西 但我当时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就觉得可能要 去外面看一看 就是会努力学英文 后来就很幸运地 拿到了一些奖学金 所以就出来了 那具体到这个考舞团的过程 你跟我们说一说 你的这个中国的古典舞的基础 再加上你在西方所学的 它的整个的这个知识 是如何帮助你 很顺利地就考上了舞团 当时这个舞团比较特殊 因为我们现在 特殊在哪里 现在都把那个 以前叫dance company 舞团 现在都把那个dance 给去掉了 变成一个company 就是我觉得当时团长 就是我的老板 他是说 因为他是从年轻的时候 奋斗过来 70年代 在纽约舞蹈圈 一直做到现在 40 50年 因为他的现在作品 我们做很多作品 不光是用身体 我们还会用声音 我们会做一些speech 我们会用一些tax 会用一些文本的东西 就现在舞蹈都和这个 怎么说科技联合 可能还有视频啊什么的 对 其实你在大学学的专业里面 也涉及到这个舞蹈视频的拍摄 对 做了一个舞蹈影像的一个 当时学习的一些这些东西 但舞团最新的一个作品 我们是用的 Herman Melville 写的白金记 他的一些文本 和马丁路德金的 I have a dream 就这两个文本 因为他本身是黑人 所以他舞团会 因为在美国 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 然后对黑人 也会有一些提示 我们说的stereotype 包括对亚裔也是 所以他的舞团会有很多 跟社会议题相关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加入这个舞团 也是觉得 他有一些内容 他有一些 他的那个主题 是我可能在未来 创作中会想要去面对 所以想要去处理的 所以我想看我的前辈们 怎么面对这些东西 所以当时加入这个舞团 我觉得很幸运 当时面试有300多个 300多个人 正一个位置是吗 两个位置 两个 天哪 就是一过来 我也看怎么 怎么这么多 从9点到下午4点 分了七八组 每组30个人 就是这么一组一组进去 然后一组一组就这样出来 当时我觉得 我可能可以买明天的票回去了 但后来他们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明天再过来 然后又打电话说 明天再过来 当时我在机场了 已经 他说你明天能不能跟舞团 吃排练 跟我们排两天练 但是我说 但是我已经在机场了 我已经要回去了 他说那好吧 那你七月份再过来 等于就当时就说 当时是五月份免时 然后七月份正式加入舞团 所以其实你没有加入 他们最后的排练 但是他们也是觉得 你可以没问题 可以胜任 17年的七月份加入舞团 排练了两个月 然后就到纽约的 那个Brooklyn Academy of Music BAM演出 当时连演舞场 就是那个制之子的一封信 当时就是时间很紧促 然后但是就是那 所有那些动作 当时学得很快 可能也跟之前 之前我的训练的 中国舞的底子有关系 所以那些动作 没有说感觉非常的 不能克服 学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 可能最深的影响 应该是对怎么理解 他这个人物角色 因为他这个作品 当时演出这个作品 是他制侄子的一封信 他侄子也是 他姐姐的儿子 他侄子就是 有很多问题了 吸毒 然后当时在欧洲 还犯了一个抢劫 就很多社会的问题 所以他就会 从后来就是 二十年以后 跟他写信 然后跟他通信 跟他聊他的 对于他的看法 对他自己人生的成长历程 包括黑人 在社会中的一些地位 歧视 不平等 所以他其实是 借他侄子这一个人物 去聊的 其实是美国社会中的问题 对于黑人的 不平等的问题 肤色 那作为我 作为一个中国人 怎么能聊 怎么能去演一个黑人 其实到这里 我觉得黑人 就变成了一个符号 可以说变成 美国社会的一个符号 就是对所有 有色人种 有色人种的一种的 一个概括 一个象征 一个象征 我觉得是这样的 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metaphor 是一个 是一个隐喻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聊的 不光是我种族的一些问题 我聊的是 所有移民来这个国家的问题 因为美国是多移民国家 上百年了 大家 怎么能和平 共处的生活在一起 然后这可能是一个政治问题 但是不聊政治 我们聊艺术 怎么能从身体 从剧场的角度 能把这个话题 记起来 怎么能给观众 带来一些反思 怎么能给演员 怎么能给观众 在生活中 能有一些新的视角 去看待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是艺术家 他的社会的责任 然后他带给我在这舞团团长 带给我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也是 就是对我自己身份 对我自己种族身份 然后包括对舞蹈社会 就这些东西的一些看法 那在你看来 从14年到美国学习 然后再到两年 在这个舞团的工作 你的舞蹈里面 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就是你现在如何看到 看待舞者这个角色 我觉得舞者都是英雄 一定是的 首先你们从小接受专业的训练 如此刻苦 能成为专业舞蹈演员 都是很不容易 其实跟运动员是一样的 其实舞蹈就是运动员 对 因为总是从身体训练的角度来说 就是你必须每天 你看我的身体 就是我的琴谱 就是我的画笔 就是我的 就是所有其他艺术门类 我可能身体就是我的雕塑 就是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保护好 然后你必须要有一定的discipline 就是我们说的要有规律 要有节制 要去保护好你的这个 你的媒介吧 算是我们跟观众交流的媒介 你指的这里面 当然就有比如说锻炼呀 身材呀饮食啊 对 方方面面 然后我为什么说是英雄 因为在舞台上表演 我们真的是流血流汗 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我们受伤也是很正常 就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你不需要让别人知道 你要去展示 就是形而 就是上面的那一层东西 可能下面那些东西 只有你自己知道 自己去忍受 自己去消化 为了是可能就开出来的 那一点点东西 对 所以你觉得来了这边之后 但是你原来在中国的时候 你不是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也是 其实也是 对 那只不过说到了这边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舞蹈的功用 可能相较于你之前 你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之前也是很不容易 更偏重于 对 首先你能进北京舞蹈学院 这已经很了不得了 然后古典舞系 其实又是非常难的一个专业 你随后又加入到 中国歌制舞剧院 这也是国家级的院团 这说明你在舞蹈的技术方面 你是中国一流的水平 对 但是在这种 很幸运 这也不是幸运 就像你说的 是流血流汗流出来的 对不对 但是在这种舞蹈的理解 价值 或者说 现在你再来如何看待 你的作品 因为现在你不仅仅是跳 而且你也已经 就是有好几部作品面试 那你跟我们说一说 你对舞蹈的这个 现在的这种理解 包括它功能的这种理解 对 我觉得当时出国也是因为说 我对人的当今生活的一个状态 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想创作的主题 我想跟我们当代的生活 更扣得更紧密一些 但是因为在国内 我们古典舞也好 民间舞也好 我们做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 做的一些比较是以前古典文学 古典神话的一些东西 我会感觉跟我的生活比较远 当时我演了一个 嫦娥奔乐 演的是后裔 当时还要去学习一些 这些人物 关于这个人物的一些故事 但是就离我太远了 我觉得我 我觉得我在那方面 不是一个好演员 所以说 就定出国要去 探索现代物 怎么去面对一些 一些社会学的议题 一些心理学的东西 所以后来我自己创作作品 惠望和文宁 当时是15年 在美国舞蹈节 当时是在杜克大学 杜克大学是一个 是当美国很有名的 私立大学 他们有很强的社会学科 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博物馆 一个图书馆 当时就在那边上课期间 我就去到那边图书馆 然后翻看了很多一些资料 然后接触到波兰戏剧 当时有个人叫 果陀夫斯基 就是他们做戏剧的人 也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就是从经典文本中脱离出来 把身体变成现场变成当下 在剧场中的一些表演 然后当时对我创作第一个作品 很有影响 就是我想用我们两个人的经历 然后我的舞伴文宁 他是台湾人 然后我是大陆人 当然这是地理分界 政治这些东西不谈 就是我们两个人身体 从身体训练 然后从心理学的一些角度 然后创作出这个作品 当时还被邀请回去 参加北京舞蹈双周的 《青年舞展》 我觉得当时就是 那个作品是当时我的心态 一个状态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 然后后来我又创作了 《我们如阳走迷》 当时是在盐湖城读书的时候 读书完 当时毕业作品晚会做完 然后当时他们的策展人 Paul Reynolds 当时给我写邮件 说你能不能给我们这边做一个作品 当时我想没问题 很好 因为当时我心里也积压了很多东西 我想做出来 想表达出来 然后盐湖城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美国生活人都知道 因为它是摩门教的一个总部 所以总是有人敲我们传教 做一些宗教 说一些宗教的东西 后来我就想 一开始很抗拒 后来我是觉得 这国家是信仰自由 所以我就拿到他们的一个小册子 我翻开看 其实他们的几个问题 我后来发现在基督教 天主教 他们其实都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然后就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追求幸福 我觉得都是人类 就好像都是 其实是共同的一些价值 然后我就想 通过这几个问题 后来我问了我两个舞者 就在一个问答 这个来来回回之间 然后用身体的与会 去创作出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在那边演完 演完反响很好 然后很有意思 然后第三个作品 《铁人》是17年 18年 年初的时候 在曼哈顿的 Judson Church 然后这个地方 是美国后现代舞的一个 算是一个殿堂吧 虽然是一个 它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教堂 真的是一个教堂 就是它会有 平常会有礼拜 周日会有礼拜 然后每周一晚上 它会做舞蹈类的演出 然后它的演出 又不是那种说 像真正的剧院一样 是吧 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 很宽的一个木地板 是一个教堂的一个空间 很空 他们把椅子都移开 移开了以后 就剩了一个 一个像一个非常 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 一个空地 一个空间 对 然后 当时去那边做作品 我很开心 因为 当时在上学期间 就听过 这Judson Church的名字 因为我喜欢很多的 舞蹈家 包括我舞团的 那舞团的团长 他年轻的时候 也在那个发表作品 从70年代 一直到现在 就是 我觉得 就是说 就是说纽约的观众 纽约观众群 就是你不知道谁会来 然后 但是每天晚上 还是会有上百人 那演出是免费的 每天晚上 还是会有上百人过来 八点钟 看到九点多 就坐在那里 看你的作品 然后看完 互相聊天 我觉得这是 可能还聊回 刚才你说的 纽约的艺术环境 可能就是有些 这些 星星点点的一些地方 一些小的 这些教堂 一些小剧场 一些 小的这些排练厅 就把穿起来了 把美国 就可能 不说美国 太大了 就是纽约这几个地方 就把他整个城市的 艺术氛围 保存下来了 然后是 保存下来 留给说 想要去探索的人 你一定能探索到 其实不单单是 舞蹈界是这样 其他的 包括是绘画 或者是其他的 艺术表现形式 其实都是因为 它有不同层级的 这么样一个平台 可以让青年艺术家 尽情地去施展 他们的才华 你或许开始 我就是在一个 小排练厅 或者说只有 几十个人的一个 哪怕是一个房间 但是容得下 我们去呈现 我们的艺术品 那我就从这里起步 一步一步 最后可能走进了 这个大家梦想中的殿堂 我觉得纽约的艺术家 可能都是这样 实现自己的梦想 那我也相信 你的作品以后会 现在已经是 登上了这个 心目中的殿堂 以后会有更好的平台 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 这个就是非常 做舞蹈 其实是非常质朴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光纤亮